然后下面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原理 你注意在这里面原理的时候 我们看到 当你输这个地址的时候 比如说你输这个U的 你一敲回车 它调用的是谁 它调用的是谁 对吧 你根据这个地址配置的话 它最终匹配之后 它是不是调的这个 UserInfoView的SView 但在UserInfoView这个类里面 有没有这个函数 有没有 对吧 你看一下 在我们这个View类里面 我没有直接去写这个函数 对吧 所以它应该去调它负类的 它应该去调它负类的 但是它现在继承了两个负类 所以它会先从前面开始找 对吧 也就是说 你在这里面调的时候 相当于你是调用的 点UserInfoView的时候 你调用的是 LoginRequiredMixIn 它里面的UserInfo 它里面这个UserInfo 你看它做了什么 在我们这里面 首先 在这里面 它是不是又调用了这个类里面的SView 对吧 还是调用我们的 注意 在我们这边还是调用这个UserInfoView的负类的SView的方法 那么本身 Login的这个 本身 在我们这里面 LoginRequiredMixIn 它已经被调用了 你再调的话就是往后去调用它的 往后去调用它的 注意 在这里面 这个Super 它就是调用往后去调用View里面的SView这个方法 对吧 SView里面这个方法 那么调完之后 它给你做了一个返回值 但是我们LoginRequiredMixIn的SView在返回之前 是不是对它包装了一下 其实我是不是还是相当于我给你返回的这个东西 就最终我在这边给你返回的东西 是不是还是在外面给你包了一个LoginRequiredMix 然后传入这个东西 对吧 对吧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效果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我们在这个类里面是不是做了一个包装 做了一个包装 那么它本质的效果 跟我们上面写的这个东西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你知道它之后 我们这样写的一个好处 对吧 一方面我们这个地址配置 还是按照之前的配置 它不乱 另外一方面 就是你没有必要在每一个上面 是不是都写这个东西 对吧 并且你只要你的视图 它需要用户先登陆进行访问之后 你是不是只要第一个类继承 我这个类就可以了 对吧 这就是它的一个好处 它的一个好处 这就是我们这个MixIn 它的一个作用 它的一个作用 OK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关键是你在调用的时候 它是按照这个顺序呢 往后去找的 先去调它里面 SView对吧 然后你再调的话 它就调View里面的SView 最终呢 帮你做了一层包装 帮你做了一层包装 这是这个 它的一个原理 那一层包装